政治焦点还要来关心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有着两年条款 现任巴西立委两年任期一到就会辞职 换后面的八位准立委上任 最近不分区排名第十五的中配李真秀就被发现来到黄国昌的办公室实习了 对此黄国昌有最新回应 他说这是柯文哲被积压之前积极交代的事情 要让巴西立委们一传一来这个传授经验 不过呢李真秀的身份非常特殊 要是真的进到国会会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位中配的立法委员 穿着黑色皮衣搭配长裙站在民众党记者会最后头 专心看着立委黄国昌回应媒体问题 这位有着俏丽短发的女子就是民众党不分区排名第十五名的中配李真秀 就在旁边见习 那觉得她的职举表现怎么样 那老师当然是最厉害的 因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两年条款 现任巴西立委将在任期满两年后辞职 而后面的八位备位立委也采施图治 提前跟着现任立委们实习 其中李真秀就被分配担任 黄国昌无几职随行秘书 来跟他败事选意 而这原来也是柯文哲积压前的交代事项 其实在主席落难以前 他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前八名的立委 针对后面两年要接上来的八名的准立委 我们其实是一对一一对一 我的个性都很好 我去哪个委员会我都OK 所以有很厉害的人要来帮我 我也觉得哇 很喜欢跟厉害的人一起做事 不过李真秀要是担任立委 将会是我国史上第一位中配身份立法委员 身份格外引发注目 李真秀来自中国湖南 因为婚姻嫁到台湾生活超过三十年 曾在多家电子业上试柜公司工作 直到民众党创党后 因为崇拜柯文哲而加入民众党 但是一脚踏入政坛 被提名为部分区立委 在台湾生活超过三十年 三十年 今天这些那些好像那些轻鸟 有几个人超过三十岁的 说前面许纯英今天再来李真秀 今天是针对新住民 针对陆沛 再来是不是新二代 必须要效忠的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真心的是爱这一家的家人 所以这会不会成为国安的问题 我想民众党自己应该要出来说清楚 选前民众党原本要提名 新住民发展协会名誉理事长 许纯英列入部分区名单 却意味引发统战国安疑虑 让许纯英婉具提名 最后民众党放入同样是 中博身份的十五顺位李真秀 二零二六年二月上任前 势必再掀起一波话题 谢谢 神兽琦 廖凯全 台北上我到 中华云业 年轻强